大家都知道,一直以来导演都是娱乐圈的货尺子,毕竟很多自称一米八的男明星在他旁边,顿时会现原形,如今,无心也能成为一百亿人身高过尺子了。 毕竟在前不久的新武林大会上,无心计量的身高又称了体重,身高一百六十厘米,体重九十六斤,无心也是实在,真是身高跟瓜董身高是一样的。 作为快乐到本营的主持人,这些年来他接触的明星,比我们吃过的饭都多,谁知报了身高现在都要显原形了。 在最新一期快乐到本营里,居静一作为嘉宾参加了录制,居静一的官方身高只比无心爱一厘米。 从视觉上来说,两个人是一样高的。 当前,无心穿的是跟高七到八厘米的初跟凉鞋,而居静一穿的是二到三厘米的中筒静。 所以当天他们并排站直的时候,无心是比居静一高一点点的。 神奇的是,有时候无心和居静一看起来又一样高,两个人之所以一样高,是因为无心穿着高跟鞋站在了垫子外,而居静一则穿着有跟单不太高的平底鞋站在了比较厚的垫子上。 但居静一站在垫子上时,他的身高是165厘米,除掉垫子被压扁的厚度,再加上鞋底的高度,居静一159厘米的身高是有可信度的。 在上一期快乐到本营中,马思纯歪着头跟无心站一起的时候,比无心高了半个头,那天他们都穿了高度差不多的高跟鞋,按照马思纯的官方身高170厘米,比无心高小半个头。 也就是10厘米左右,这身高也是可信的。 当然,在快乐到本营里身高没露现的毕竟是少数,有很多身高看着很美好的明星,站无心旁边的时候,如今恐怕要尴尬了。 比如说最近一直被讨论的沈月,官方身高是160厘米,跟无心一样,在节目里,当两个人都穿上高跟鞋,这身高差看起来却不像一样高。 如果说上面的镜头,是因为无心走得比较快,导致他看起来比沈月高。 那这张两个人并排站的照片就说明一切了,无心足足比沈月高了小半个头,从脚背倾斜的角度可以看出,当天沈月穿的高跟鞋,还比无心的高一点点。 穿了比无心高的高跟鞋还比无心矮一点,这是不是说明,沈月根本没有160厘米呢? 再来看号称有165厘米的赵丽颖,按照官方身高来算,赵丽颖应该比无心高一点点吧。 可是在节目里,赵丽颖跟无心是一样高的,当时两个人穿着运动鞋玩游戏,不存在鞋子影响身高差的情况。 足见赵丽颖也稍微虚抱身高了,官方身高168厘米的Angela Baby这下更要被打脸了。 跟无心战一起的时候,两个人一样高,重点是当前两个人都穿平地运动鞋,只能说Angela Baby虚抱太多了,娱乐圈的明星们,什么时候才能真诚一点呢? CM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公典和立场。